這一次我們告發狀有附這個光碟 為什麼 這個光碟就是馬文君給韓國代表出的錄音檔 15個錄音檔總計19個小時 當然了高檢署有沒有 我不得而知 可能有可能沒有 如果沒有的話 我提供他所謂的錄音檔 讓高檢署加快偵辦速度 否則高檢署還要行文嘛 請國防部提供嘛 或請誰提供嘛 沒關係 小弟我直接提供給你高檢署 這個東西加快偵辦速度 第二件事就用高檢署9個小時聽完啊 做足智稿 曠日費時 裡面大部分我都聽過 其實最關鍵就是兩段錄音檔 兩段錄音檔裡面呢 分別揭露了幾個機密訊息 第一個 以時空背景在2022年1月的當下 SI公司在台灣 這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SI公司的負責人 帕克普武子在台灣 第三件事 SI的工程師 有兩批以上輪調來到台灣 我希望透過我的提告 能不能加快馬文君的審理速度嘛 對不對 否則像這種人在外面多晃一天 我看了都是愛眼嘛 對不對 國民黨音作為很講兩招 一把居留打成爛公司 二把郭喜打成爛人 我們是以吳征為首的揭秘集團 對不對 他們是什麼 以馬文君為首的泄密集團嘛 對 有一個屬於叫做下雨天打孩子 賢者也是賢者 他現在就是廉價告人 賢者也是賢者 昨天的狀況其實一切起源是這樣 上週五馬文君受訪的時候自己講嘛 對不對 他說李政浩這麼關心潛艦國照 那就去告我啊 他說哇 這種要求第一次聽到 第一次聽到 所以我就在請示過 街壁集團首領吳征之後 奉命批可玩 要求我的律師 在四十八小時六日寫完訴狀 然後昨天就去告吳征 不是不是 告馬文君 不要亂講 告馬文君 我知道你很想告吳征 是告白吳征 是告馬文君 那這個呢 就是我昨天拿的這個樹狀 你看這上面有收發章 不是開玩笑 他有收到時間 一一二年十月九號 收到時間是上午十點左右 這收發章都有 表示這個狀已經遞過去了 那很多人說你知道你無聊嗎 高解署已經分案 你幹嘛硬要去告 我先跟他講幾件事情 因為高解署 當然現在展開調查馬文君 馬文君現在分兩個層次 一個層次是錄音檔的部分 另外一個是三千個檔案的部分 這三千個檔案 照馬文君自己的嘴巴裡講說 是沒有給韓國代表處的 有給一個檔案 馬文君都要坐牢 所以馬文君打死不承認 對不對 這三千個檔案 馬文君有沒有給 我們吳征德之 那是高解署 或是我們臺灣司法體系 可以正式行為 韓國駐臺代表處 請他們來協助調查 這是一部分我沒辦法處理 可關鍵是什麼 這一次我們告發狀有附這個光碟 為什麼 這個光碟就是馬文君給韓國代表出的錄音檔 十五個錄音檔總近十九個小時 裡面包含了關鍵的譯文主字稿 我在這邊都有附上去 意思是什麼東西 當然了高檢署有沒有 我不得而知 可能有可能沒有 如果沒有的話 我提供他所謂的錄音檔 讓高檢署加快偵辦速度 否則高檢署還要行文嘛 請國防部提供嘛 或請誰提供嘛 沒關係 小弟我直接提供給你高檢署 這個東西呢 加快偵辦速度 第二件事就用高檢署九個小時聽完啊 做竹子稿 曠日廢時 裡面大部分我都聽過 其實最關鍵就是兩段錄音檔 兩段錄音檔裡面呢 分別揭露了幾個機密訊息 第一個 以時空背景在二零二年一月的當下 SIA公司在台灣 這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SIA公司的負責人 帕克普武子在台灣 第三件事 SIA的工程師 有兩批以上輪調 來到台灣 這三個的逐字稿 我特別付給高檢署 那高檢署簡單嘛 所以我這個提告 當然是廉價告人 閒的也是閒著 當然也是馬文君拜託我去告 所以我跑去告 可是有個很關鍵的因素是 我希望透過我的提告 能夠加快馬文君的審理速度嘛 對不對 否則像這種人在外面多晃一天 我看的都是礙眼嘛 對不對 所以這是第一大塊 講這件事 那回過來談馬文君 或是國民黨來處理這個事情 現在分好幾個 兩個層次 第一個層次 他們開始抹黑GL公司 說GL公司很爛啊 那個這個 尤其是馬文君 我先把我提告理由 講完現在講 國民黨的因應作為嘛 國民黨的因應作為很簡單 兩招 一把GL打成爛公司 二把郭喜打成爛人 其實就這兩招嘛 對不對 講白就這兩招啦 可是第一件事情喔 GL是不是爛公司喔 這一招在2018年 國民黨就用過了 對不對 等一下應該會有朋友講 拿當時國民黨 尤其是馬文君在直詢的內容 說我們GL是空殼公司啊 GL才剛成立什麼 我坦白講 GL是不是爛公司喔 你在2018年的時候去質疑 坦白講 海軍還真難跟你講為什麼 因為你東西沒做出來嘛 可現在東西都做出來 你講GL爛公司 你邏輯有沒有毛病啊 你的時間總是搞不清楚啊 已經統計完了嘛 我們海軍大概整個潛艦國道要一百零 應該是一百零三張或一百零五張輸出許可 GL公司一家公司給台灣多少輸出許可 你知道嗎 五十張啊 價值多少 一百四十三億台幣的輸出許可 整個潛艦國道預算四五百億而已喔 光GL公司就給台灣一百四十億左右的輸出許可 將近五十張三分之一強 換句話說你現在去質疑GL公司要質疑什麼 質疑裡面人不符合資格 剛成立 你管人家 但人家有拿出輸出許可 人家就拿出輸出許可了嘛 英國就是透過GL公司給我們輸出許可嘛 這是鐵一般的事實 我搞不懂耶 國民黨現在前不後繼講GL是個爛公司 他在講什麼東西 他搞不搞得清楚狀況啊 對不對 這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講郭喜是爛人 結果郭喜是爛人這件事情是重點嗎 郭喜是海軍嗎 郭喜是立法委員嗎 郭喜是民進黨的嗎 都不是耶 只在乎桌子 讓我們萬一洩密而已 郭喜連在邱國正口中都說 郭喜做了一年因為一些事情 而讓他離開了嘛 換句話說國軍知不知道郭喜有爭議 知道嘛 有沒有讓他離開 有嘛 那後面潛艦有沒有照出來 有嘛 所以這有什麼好談 你把郭喜就打成十二不設 就像今天郭喜被判刑做無期徒刑 能掩蓋馬文軍洩密的事實嗎 本案的重點是 馬文軍這個洩密的卡 我不願意稱立法委員 還在選舉嘛 未來四年還有可能當我們立法委員嘛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林俊憲 昨天貼這張照片說 這個潛艦國照 有三個國家派代表來 美國派代表來 日本派代表來 韓國派代表來 很多事情 這張照片就能解釋一切喔 台灣為什麼可以這麼快就完成 潛艦國照的設計加建制 背後有人在幫忙嘛 可是問題是 我們看到馬文軍是幹嘛 費盡一切心思 讓這件事見光死嘛 然後現在拿國防部來背書 拿外交部來背書 對不對 這件事情就是馬文軍的 這個所謂真實的目的 那你看現在馬文軍 包括黃真輝都出來說話 甚至爆出說 這個背後是不是有荷蘭幫 想要來講爭議嗎 好 重點來 最近大家都有來講荷蘭幫 對不對 荷蘭幫昨天 我也看過本台的節目 有拿出黃真輝過去 當荷蘭軍火商的名店 對不對 我跟他報告 這些背後都有故事 我們是以無貞為首的揭秘集團 對不對 他們是什麼 以馬文軍為首的泄密集團嘛 對不對 裡面還有故事嘛 那所以今天國慶日 我不想見血 想說大家大吉大利 我少講一些話 可是他們能 他們做的事情 絕對不是像他們嘴巴 說的為了揭蔽 所以才怎樣怎樣怎樣 所以就你所知 故事已經評重 他們是為了讓荷蘭的軍火商 搶到這一單 所以讓包含GL 包含SI 能夠完全的被排除嘛 對 所以才是黃曙光講的是什麼東西 銀頭小利對不對 所以他講他說銀頭小利 所以這些事情喔 裡面還有證據 犯罪自白書 搞東搞西 馬文軍為首 黃真輝為府的泄密集團嘛 所以這個案子我給你按回按 你看 過兩天我燒兩天後 搞不好我連黃真輝都要去告 手上有證據 最近很忙 所以黃真輝聽說 最近就退通告是不是 對不對 可能辦護照想要出國了吧 對不對 所以這東西我坦白講 我看了 因為我看了很多照片 越看越火大嘛 那些人在搞事情的時候 完全沒有想到國家利益嘛 完全沒有想到說 要如何把整個潛艇國家 完整做完嘛 還有連講合理監督 我坦白講真的笑死人